我父親2003年過世 過世前一季 春天的時候 那就是來台北就醫 其實也就是老化 那沒有什麼癌症都沒有 所以我就有一天就 推著如意 推著他 就去做淡水水 一直做到淡水水的車站 然後叫了一部機動車 進行車就開到育兒碼頭 就在那個沐灘道上 可以看到河口 而且還有那個氣體這樣跑 那我父親對探子其實還有一點印象 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在北投 16歲的時候在北投 念過日本人農業訓練班 他的時代 那我推他去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一根姐快來掌植一個人 四十年 然後他就這樣看 他覺得很好 我就一直看著那個船 因為他的生活記憶裡面 他也沒有那個船 這樣 花嶺 雖然有花嶺港 但是那是大炉船 不是那個 跑來跑去的那個 油艇 他也覺得還不錯 那個之後 他就再也沒有去哪裡 那一次去魚人碼頭 三個月後他就過世 所以其實我一直沒有寫的一個小故事 是父親最後的旅程 就是朱志欣寫父親的背影 他有這樣的一個事 那至少我有記憶一種 父親最後的旅程 是在淡水的那個預熱門 應該講就是說 因為是淡江上課 也因為我有幾次這樣去拍過 然後父親的那一次旅程 2003你講講已經18年了 所以我後來就把淡水的東西編了一個 沒有這樣的 而且我最大的一個成本就是 直升機拍錄 就是你現在剛剛 非常困難 為什麼 因為 苗主有一個規定 你的直升機 停到直升機場之後 太陽不能下山 太陽下山直升機 在平下山也是違規的 因為直升機是 目視飛行器 目視飛行器一定要在 天還沒黑以前落地 那天還沒有黑的定義是什麼 天還沒有黑的定義是 太陽還沒有落下水平線 拍完那個落日 回來一定要在真正的落日 之前要回到地面上 那請問你 你要什麼時候起飛 太早起飛 你又在空中浪費你的飛機錢 那很貴 那很貴 越晚越好 你不會看到那個火紅的太陽下 下水平線 因為火紅的太陽下水平線 你回不來 你回來就是違規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那時候 計算大概日落前四十分鐘起飛 拍到日落前二十分鐘要回到那個地 我那個盤算其實是很不可適應的 總算其實是也不錯有拍到 是沒有拍到太陽 因為太陽那時候沒有完全下去 可是那下去是不可能拍的 你就不能回來啦 對 就不能回來 所以我要拍的是黃金河口 那黃金河口又隱喻著 我覺得淡水河口是一個偉大的步驟 拍台北車 我就把那個飛機開到河口外面去 回看那兩個大的那個山頭 因為你在下面這樣看 感覺到出去之後才看他們 很龐大這樣下來 那後面是台北墳地 那覆了才知道 它是一個關口 那我把淡水就做了整理 整理包括資料 所以我現在有兩小時到三小時的 一堂課淡水流液 可以完全用圖片講給大家的安全 攝影看起來人人都會 那當然人人幾乎都可以拍 不過我們如果希望把作品拍好一點 或者你覺得 讓更多人認同你的觀點 我們要注意 攝影其實是分成兩大塊來學習 一個是科學的波音 就是技巧啊 光學的概念 另一部分很重要的是 視覺美學 也是心理的一個部分 我記得新聞學的老師曾經告訴我 新聞有兩種 一種叫眼見新聞 一種叫心理的新聞 眼見新聞就是 欸 現在秋天啊 夜紅了 那是眼見的 可是如果人家跟你講 最近景氣不算很好 請問你 哪裡可以看到景氣不好 那個只有在經濟部的統計數據 才看得見了 可是它是心理事實 好 那攝影呢 當然我們盡量追求 看得見的部分 不過呢 看得見跟看不見 中間有一個 那個龍 就是一個摩摩基段 有些很多人看不見 這是我看得見 啊 我在路口看到媽媽牽著小孩子 我就看到 home to your home 母愛的偉大 我甚至於在一個公園裡面看到 老阿嬤 幫身旁的老阿公 撕一塊麵包 交給他吃 那就是夫妻之間的情愛啊 很多人可能沒有注意到 撕一塊麵包 跟給一大批胎產是同樣的意義啊 因為都是從他這邊給別人 所以呢 攝影他妙妙在這裡 有了相機之後 其實我們還是注意一下 相機在什麼時候 在哪裡 站在什麼位置 按下快樂的時候 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一樣是台灣 就是很多攝影家的台灣 跟一般人的台灣 可能稍微有不同 我盡量在追求 人家看不到的台灣 我卻看到了 可以找到你 你有很多人 看幾個小孩 有很多人 你這樣做